回到新闻现场 球迷们都很关心 旅日职棒好手杨戴刚成为自由球员之后 未来动向备受瞩目 今日前杨戴刚透过经纪公司 拒绝欧历市三年九亿日元的价码之后 日本媒体日刊体育最新以大篇幅报道 表示杨戴刚已经同意巨人提出的四年十亿日元 大约台币2.8亿元的合约 而且后天就会正式宣布 不对相关的传闻 杨戴刚台湾所属经纪公司 在正式消息公布之前 都不会发表任何的评论 黑色斑毛皮外套搭配皮靴 旅日职棒好手杨戴刚日前出席品牌活动 明年球季动向成为最大关注焦点 而现在日本媒体日刊体育报道 杨戴刚很有可能加入独卖巨人队 斗大的标题写着 巨人队向杨戴刚提出四年十亿日元合约 若消息属实 等于巨人队在2016年一口气砸下21亿日元网络 包括杨戴刚在内的三名自由球员 不论人数和金额都创下日本职棒记录 不过对于相关传闻 杨戴刚台湾所属经纪公司表示 在正式消息公布前不发表任何评论 杨戴刚才一句名口气出来 谢谢 除了巨人包括欧力士和乐天都对杨戴刚很有兴趣 欧力士开出三年九亿日元价码 不过最先被杨戴刚拒绝 乐天则是和巨人一样以四年十亿日元力要杨戴刚 不过外界认为如果杨戴刚以家庭因素作为主要考量 位在东京的巨人具有地理优势 杨戴刚究竟勤规何处 还得等合约正式公布就会见分晓 记者 黄菱香花 陈玉智 台北报道